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太空人搭乘火箭上身離地表的R距離 那R為地球半徑 這個時候身體裝備總重是60公斤重 60公斤重就是等於60G 這個G的話就是地表的重力長 他問說當此人以裝備登入月球 月球的重力長是6分之1G 這個應該是60G 那麼它的總重為多少 以至地表重力長為月球六倍 月球是地球的6分之1倍 首先我們來算它的質量 這個的話我們曉得這個重力長G G的話是等於R平方G大M 大M的話是地球的質量 這個跟什麼呢?R平方乘環比 I就是這裡 這裡的話我叫做G double Plan 這個叫G Plan 但是G Plan的話 比一下這個G G1 或是這裡叫G 這裡叫做G 這裡叫做G Plan 這裡的重力長叫G1 這裡的重力長叫G1 那這個頂多啥呢? 跟那個R平方乘環比 所以就是R1 除以多啥呢? 這個2R1 這個地球半徑是R 這個我指的就是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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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R R除以多少R? 的平方 就1分之1 就G Plan的話 是等於1分之1 就這裡的重力長 是這裡的1分之1倍 就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M 是等於4乘以0.60公斤 這是它的質量 所以是240公斤 就現在的話 是這樣子 譬如說 它離開地球 這個一個半徑的距離的時候 它的重力長 變成原來的1分之1 也就是它重量的話 變成原來的1分之1 也就是它在這裡的重量 是它在這裡的4倍 也就是這裡的重量 是等於說什麼呢? 240公斤重 也就是它的質量的話 是240公斤 好 那麼它質量240公斤的話 你把它放到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它的重量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M G Plan 那M的話是240 那乘以6分之1 6分之1 6分之4 所以 6分之40 G1 那這是地球的重力長 所以這是40公斤重 所以答案是40公斤重 所以答案是40公斤重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不然是100公斤重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除了一頓 まあ就是那兩種的重量